30年前每逢稻谷收割期 这农村随处可见在晒稻谷 但随着机械设备的普及 不仅这样子的画面消失了 连传统的粘米工厂也所剩无几 而我们的记者在西罗的公馆里 就找到了过去的古早味 这座粘米厂连设备的外壳都是木头做的 老板坦言现在生意确实是不好做 但是有农民还是坚持要吃自己种的稻米 因此这粘米厂的存在 服务乡亲早就大过于生意上的获利 有客人拿稻子来粘 老板是赶紧起身将稻子放入粘米机里头 所有机械运转的囤土声也充满了整个空间 过去粘米厂可以说是农村生活的一部分 农民都会保留一些稻子 人都拿去粘米厂免长白米 但是消费市场改变加上农村人口不多 很多家庭都改买包装米 现在粘米厂运转的次数也跟着减少 当然现在以前民国八十年代来比较 现在是没了很多 以前是几个河都有 但是现在就没得到 现在整个也没得到 虽然包装米很方便 但是吃到谁家的米却浑然不知 因此有些农民还是坚持过去的生活经验 拿自己栽种的稻子来年 吃自己所种出来的米粮 自己带会比较好 自己带会比较好 对啊 来这一生你带你拿同钱了吗 对啊 对啊 一国会带一回这样吗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所以我没有像以前那样 以前2030年代 都 每个月都有 有些要自己吃 做回事了 这两座传统联敏机台 一台已经有26年的历史 另外一台也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 老板说起 以前排队联敏的景象 还是有些骄傲 这粗米是要加两倍才会穿 对 白米是我们也要加两倍了 因为我们都是人家要吃 不是大历的 大历的 大历的 整个历的城市 机械关掉后 就像人口外移的乡下 又再次回復平静 虽然年米量已经不如以往 但是服务老客户的心情 却未曾改变 据者李明燕 与您采访报导